對 江寧倒是這個球沒有上 米切爾犯規 米切爾的位置呢 包括汪松的位置呢 活動性相當大 江寧 盧林這四個人 在張碩身後的四個人 這個活動性相當大 是 張碩上來之後呢 這陣型啊 看起來更像是四二三一了 當然呢陣型當中現在是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突然的前鋒 緊逼對方的就是29號張碩 在今天的亞冠報名當中呢 阿龍是沒有報名的 因為人而方面 名而方面的限制 那隊伍當中呢 像是有經驗的張碩 另外年輕的門娘 或許呢在這個中鋒的位置 都是哈莫德的備選 唐苗 唐苗 把球傳進來了 張碩轉圈射門 張碩之後獲得了第一個機會 角球 對方是碰了一下 角球呢現在是王松 王松去出發 剛才呢江志鵬首開記錄的球 就是王松的角球的助攻 這一次江志鵬沒有上 王松 王松是打進小金曲去 施加儀將球破壞出來 米切爾 對方這個速度跟得也比較快 兩個隊員 守住了米切爾 這回的突擊還是小球 好球 米切爾過去也引來了 對方兩名防守球員 盧林這個位置也空了出來 看看還會不會又再打一個戰術 勇士隊大多數隊員都集中到小金曲之內 本內特先頂到第一點 第二點正強盧林 球露下來有機會 傳中球 對方頂高了這個球呢 見高不見遠 這一下空下來 北萊斯 小心這些反擊 安迪 衝在最前的是維多舍維企 看來這一名球員確實是 打邊後衛為主的隊員 是 汪松跟盧林現在換位了 節奏慢下來呢 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領先人兩球 那對方不出來了 我也沒有必要說是 對 每一次進攻又加快 就一定要往你這個 中後衛的身後走 對 可以倒一倒 李延的大氛圍轉移 唐苗 米切爾 米切爾 這個他加盟呢 是有一定的優勢在哪兒 他是從在聯賽當中的 席架聯賽加盟過來 這對於隊員的這個狀態 他還保持的肯定是有幫助 盧林 傳中哲 江志鵬 沒有能夠趕上這一步 貝萊斯 沒法轉身 球回給本內特 再往前面帶盧林的馬上 跟隊友的包夾 江寧這球也要小心球拿下來了 米切爾 對方也沒有空好 再回給張新秀 過渡出來馬上化解了這次對方的緊逼 記得去年迪亞曼尼 從這個一甲過來 剛來呢第一場亞冠比賽 也非常出彩 是啊 就是因為他在比賽期的情況 這個球交給汪松 汪松就不敢拿 對 後面唐苗趕上來了 唐苗 殺進去 對方碰了一下 腳球 唐苗的最後一傳呢 因為他的速度也是起得相當快 最後一傳也是沒有找到很好的空檔 又是腳球 汪松今天已經有一個助攻了 腳球交給這個江志鵬 這還是發揮出他在進攻當中的助攻的能力 是 這一回 汪松看進去 同球 張碩 張碩頂到了皮球 從我們這個角度看過去 像是擦門柱出去 他過了前點啊 汪松這個腳法 過了前點下墜非常快 對 所以說你進攻球員啊 稍微輕輕改變方向呢 不用太大的發力 在中鋒的位置 剛才我們說了 除了有經驗的 人也代表國族打過亞洲盃的張碩之外 門洋1米96身高的這名球員呢 最近孔特拉也是對他格外的有給機會 好像也 土耳其裡面也嘗試過打中後衛 對 那對於這種身材的球員來說呢 你打中後衛有時候也可能釣你上去 沒錯 打前鋒 米奇爾的長傳球找到盧林了 盧林一個假動作 晃了對方一步 形成了傳中球 汪松 李延 馬上球員再搶回來 這個控制相當不錯 張賢秀再給張志鵬 張碩 好的 聯繫上了賓路的盧林 有什麼機會呢 再交到米奇爾的腳下 由他來做指揮官 王松 相對來說呢 王松一到右邊呢 他就要反打 左腳呢還是更經常來處理球 那盧林呢到左邊路呢 他是左右都可以 是 張志鵬 好的 這個球沒有越外 對方過來防守倒地 沒有犯規 張碩再去拼搶 好的 前場李延判斷得非常準確 盧林這時候呢 倒地的隊友沒有起來 看盧林的處理 這一扣 對方倒地 盧林再給江志鵬 起了 打完 好看 後上呢 米奇爾 米奇爾差一點是 為廣州福利呢再下一場 剛才是江寧 江寧呢在進去裡面倒地 我們看這一回 很有耐心啊 盧林 看這個機會不是特別好呢 分邊交給張志鵬來傳 江志鵬這種傳球的力度啊 就是我經常說的就是避免啊 這種絕對的高球 讓我們的這個身材 相對矮小的球員可以搶 利用我們的這個啟動的優勢 對 米奇爾也是 剛才是搶到這一點 那我們可以開玩笑來講 米奇爾可能還高了一點 是吧 好 這時候 廣州福利賽做花園調整 張遠換下了汪松 這場比賽呢也是汪松 加盟廣州福利之後呢 正式比賽的首秀 他是剛才不多次說到 提供了一個助攻 前場呢也起到了 教育員佈置的 該發揮的應有的作用 是 首秀是很不錯的 換上了張遠 他馬上站到了右邊路去 他同樣有衝擊的速度 在邊峰呢 這些隊員的儲備方面呢 廣州福利可以說 現在人才積極 還有受傷沒有回來了 養傷的王小龍 對 王小龍 唐苗上來了 唐苗分邊 剛一上來呢就有機會 張遠這球沒傳出來 好像還沒完全活動開 張遠看他那個 對 傳衝球的那個動作 常非亞 張遠 這些速度 絕對的速度 可是非常了得 對 常非亞在上半場的表現呢 剛好他的類型 沒適合他這個速度的發揮 因為上半場 勇士隊的這種體能 各方面包括陣型啊 限制著他 好 米切爾的遠射機會 打在門口上 張碩 5分球進了 3比0 米切爾 終於有他一角 這個遠射表現的機會 3秒直接打進 張碩趕上去 米切爾 75分鐘吧 還75分鐘 3比0了 米切爾很不開心啊 看起來 這比賣正 看起來要進的球啊 運氣差一點 看看米切爾 這角球壓得是相當漂亮 前面由於是 對方的防線已經有點亂了 沒有人阻擋 米切爾就大步一賣開 剛好是適合他打門的角度 雙方的實力對比 包括這比賽時間來看 這一球算是為廣州福利呢 鎖定勝局的一球 那接下來我們也預告一下 在下一周 2月17號 廣州福利呢 將會是去到澳大利亞 面對中央海岸水手隊 那一關如果再能過的話 就將進入亞冠聯賽的正賽 對 然後就是日本啊 如果進入正賽的話 第一場 跟日本的球隊 還是米切爾 米切爾打到進去外面 李延呢這做球 張遠 張遠鴻都開了吧 大門 打在邊往上 這個球可以傳 可以傳 四個點啊 對 李延也進去 也許是3比0的這個局面呢 比較放鬆 所以我們看張遠呢 最後還是選擇了一場 小角度的射門 對方碰了一下 腳球 這回腳球換成了 然後由米切爾來出發了 落點 第二落點是張歇秀 他沒有機會打門 再挑過去 張歇秀 交給張志鵬 這是一個起球的機會 沒有傳起來 所以 貝萊斯 只有他一個人 回追的是有五六名 廣州福利的球員 不過一對一 唐淼就已經搞定 今天在射門的次數方面 廣州福利是遙遙領先 這樣的局面呢 我相信 維弗爾可能也沒有太多 可以調動的辦法 對 賈法爾已經下去 然後你看這個貝萊斯 說白了 對 他已經沒有替補了前鋒 對 貝萊斯也說白了 力已經用得差不多了 對 長時間的這麼 長距離的這種反擊 然後奔跑 而且防守的時候 也要回防到位 是 現在拿球的是法克漢 貝萊斯的傳中 另外一色的是 替補上來的安迪 張遠 給唐淼 張寧 貝萊斯是有一點跑不動 好 關鍵他有手轉攻呢 這個中場這三個 斯嘉義 比利 法爾坎 拿球能力都不是特別強 對 今天拿不住球 傳球的 傳球的拭目也比較多 防守的硬度也不太夠 就經常在中路拿球呢 就非常衝動地去處理球 處理球員很多很多的這個時間 去考慮怎麼傳球 看 唐淼 張遠 好了 傳進來 本內特 本內特破壞 現場唐淼呢 在緊逼這球 米切爾能夠卸下來 米切爾 還是張遠 再給米切爾 看他怎麼樣來處理 是要傳過去 另外一次 盧林能夠接近上 沒出底線 盧林 盧林再切進去 要直接找張碩的點 張碩就沒有人防守了 這時候場邊呢 再次要換人 廣州福利呢 是要換上年輕的隊員 敏俊林 換下江寧 這三個華人名額全部用完了 去年呢在二四轉會 就是夏季轉會加盟的 敏俊林 在亞冠當中呢 也得到了出場機會 敏俊林呢 94年出生 很年輕 在海外拉鍊當中呢 他也得到了不少的這個機會 這一場比賽 接下來這個時間呢 也是他要爭取給孔特拉 在正式比賽 留下好印象的這個時機 是 在3比0領先的時候呢 對於年輕球員來說呢 應該說一個非常好鍛鍊的這個時機 正式的比賽一定要把握 因為球隊裡面呢這個傷病還挺多 現在得到出場的機會呢 一定要珍惜好 對 對 包括馮作義也是 對 也是在土耳其訓練裡面受傷 正在受傷的 當然呢我們也希望這個 朴仲耀哈莫德 能夠利用呢 接下來這一個星期的時間 趕緊恢復 因為下一周啊 對中央海岸水手的比賽 那可能這個強度跟難度 是要比這一場比賽要大得多了 看這一回角球的防守 下一周啊 我們說到下一周的考驗 像這樣的定位球 自然威脅就大很多 而且剛才我們沒說到 中央海岸水手 他是在聯賽當中的球隊 客場啊 客場這種戰術要求就 看看會不會繼續 像今天主場那麼實施 張先生 盧林 比切爾要腳下球了 還是交給他來過渡 另外一側呢是由張元 先給替補上來的敏俊林 敏俊林呢 現在是在中場呢 靠右邊的位置 敏俊爾挑過了對方的球員 敏俊林 財富員吹了越位在先 而且最後敏俊林 也有一點犯規的嫌疑 本將是出擊的阿奇茲 看這個球確實是有越位啊 敏俊林是有一點點的越位 這時候新加坡的勇士隊 要連換兩人 把21號 21號的拉希姆換下去 換上了維勒 2號馬克維勒 還有就是再換上艾美萊克 換下了法科漢 勇士隊也用完了他們的三個換人名額 好 艾美萊克呢 上來是打這個右邊的位置 看起來像是一個右邊後衛 真心方便的 可能會微調 8號 安歸 換下12號 2號 場上的主動拳呢 還一直是廣州福利隊 牢牢地攥在手裡面 一時間 勇士隊想要打破這個平衡不容易 現在呢還有就是這個比分 對他們打擊相當大 你說要追整體能的情況 然後隊員也不怎麼跑得動 然後已經是抑制也是相當消沉 對 現在呢就是包括福利的球員 沒有進球的還是想要進一個球 包括新上場的球員張遠 這些年輕球員 對 也都希望有表現 對 展現自己 李延 李延是推到最後去 有點錯 這一仗很漂亮 對方這貝萊斯 體能有點下降 他是追不上唐鳥了 那米切爾 確實有大將風範啊 有手球犯規的嫌疑 才偏吹了 替不上來的維樂 手球犯規 比切爾過人呢 這個時間差 把握得相當好 他沒有很絕對的速度 那傳球呢 就把握的這個尺度呢 也是可以說 新賽季裡面 這個中場新的核心啊 今天表現還是非常滿意 起到了他這個發動機的作用 對 張遠 張遠 他跟隊友呢 要在進去裡面做配合 倒地的裁片沒有吹 安迪 想領這個球過去沒有成功 江志鵬 犯規 8號的艾米里克犯規 人球分過 然後對方呢 留人 這時候又阻擋了江志鵬的開戳 裁片給了2號 2號地步上來的 維樂一張黃牌 比賽已經打過了85分鐘了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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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替補上來的明軍聯 之前呢也有到過 法甲的馬賽隊去視訊的隊員 1號地步 打過 猶豫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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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貴 恐誘 就明顯 狀態要比對方的隊員要好 江志鵬 江志鵬球能不能傳出來 台邊給了球門球 今年的這個要求呢 兩個邊後衛 就當了兩個邊封死了 江志鵬剛才是多勢的 你看兩個禁區 殺到底線區 是 好 唐淼也有這樣的表現 不過我們還是得說呢 因為現在已經快90分鐘了 這一場四個賽基本上是贏了 那下一周是對廣州福利隊 一個大考驗 因為我們說當時廣州恆大隊 在孔卡 穆里希還在的時候 客場去打中央海洋水手 尚且上半場讓對方先打破球門 所以下一關真的是不好過 如果說在看下一場比賽 跟中央海洋水手 過了關 或者打的情況怎麼樣 就可以衡量到 你真的有沒有實力 去參加亞關的正賽 正賽 也沒什麼好 就是說自己有多厲害 或者自己有多差 那就是一個門檻了 對 比賽裡面就可以檢驗出來了 行不行 就從比賽裡面 很明顯地對比出來 替補上籃的隊員體能充沛 剛才是兩人包夾 明俊林 現在新加坡的這個勇士隊 也有更多的這個後衛參與到進攻了 因為這是最後孤注一掷的時候 施加一 今天他的拿球呢 很多時候在廣州腹地的隊員 緊逼的情況下 還不是特別的習慣 來 終於這次安迪 安迪的射門 江志朋 這個後防線的隊員呢 就是中路回防的敏俊林 把球擋出去 又是一個腳球 好 劉電座今天還沒有太多的表現機會 今年呢 他這個門將的位置 主要是就跟程越磊 要展開這個競爭 這一回 投球 李延蹭了一下 轉過來 貝萊斯 上半場有過一腳遠射 下半場直到現在呢 才有第二次機會 但這一球他給打高了 貝萊斯在70分鐘左右 已經跑動了這個力度 這種速度啊 就沒有上半場那麼明顯的 有這個能量 再加上這場打門呢 就已經完全體現出來 這體能狀況 已經是到了極限 對 富麗的球員呢 你說去準備 土耳其集訓這麼久 現在 你說他他們體能有問題 是完全是看不出來 對 這個調整得相當好 那對於沒有開始聯賽的球隊 那怎麼樣去入局 開始的階段 是很重要 那一旦入了局了 這狀態 自然就上來了 有了這一場比賽的這個鍛鍊 相信對於下一周的比賽 廣州福利也是一個很好的檢驗 你比多踢幾場熱身賽的比賽 那效果可能還要來得好 畢竟這是亞冠的資格賽 那也是算是正式的比賽 蘇萊曼 第一下想解圍沒打出去 接完球 有點洩氣 比賽也馬上進入到商庭股市 最後要補食三分鐘的時間 看張元 這回移動到左邊股來 來 要把球交給盧林沒有成功 盧林在緊逼 這場比賽呢 你說是3比0 是一個完全是非常滿意 晉級的一個成績 但是呢 這個細節當中呢 檢驗不了這個真正的新的打法 或者現在球員的適應的能力 也有各方面的東西 還有很多東西呢 就是需要觀察 當然呢 不可能說下一場比賽 馬上就會好很多 那起碼通過這場比賽呢 觀察呢 可以肯定一點就是 你要這種打法 兩個邊後衛壓上得非常厲害 前面那兩個人不是說邊風來死 比如說張飛亞跟張遠 真的要融入這個打法裡面呢 他們稍微 暫時來說這個類型呢 不是首發的首選 對 還是需要適應 前場球再搶下來了 這是一個機會 球呢 可能受到場地一點點的影響 最後有一些不規則的這個彈跳呢 敏俊麟這個球沒傳好 直接傳出底線去 開賽鞋也噴了很多水 然後整個散散場呢 其實草皮也是起來了非常多 草皮情況說白了 還真的不算是月秀山 最好的一個狀態 那今天呢我們看到 為第一場亞冠準備了月秀山體育場 首先是球場的趙明 要比以往好了很多了 沒錯 升級了啊 對 進行了一個升級 另外也按照亞足聯的要求呢 增加了這個疏散的通道 在球場 我們看這一回 盧林 交到中間去米歇爾 這球沒挺好 在緊逼對方的施嘉義 逼著對方的回傳奔駕 米歇爾還是很拼呢 張宣秀可以回一下 沒有回 很自信 拿下來找前面的張碩 張碩給盧林 漂亮 張碩再回來接應 盧林直接選擇傳中了 張宣 還是可以追上這個球 唐苗沒有第一時間跟上來 張碩將球控一控 還是米歇爾 漂亮 張宣 殺進去 傳中 打棒了 打在邊往上 他 他還是看著門 對 還是沒有選擇傳 對 從來沒有想過傳的 這種球一進去以後 看看 米歇爾這個球 輕輕一推 中間有三個隊員 好 這時候全場比賽